很多人都在找风水师看风水 但你知道最高级的风水是什么吗 如果你掌握了最高级风水的方法 这辈子做事都会很顺 有一个有钱人 请了一个风水师给自己家看祖坟 一路来到了山上 马上快到墓地的时候 发现墓地周围鸟雀纷飞 然后这个有钱人突然说 先生咱们不看了 明天再来看 那风水师就不解 说我们都已经上了山 为什么不看了呢 这有钱人就解释 说我们家墓地周围种了很多果树 周围有一些孩子吃不饱饭 就来到果树上摘果子 偷果子吃 他说如果我们突然出现 孩子受到惊吓 摔下来就不好了 说完这个话 风水师也说了 他说你们家的风水我不看了 你们家做什么事都会顺 这回有钱人不解了 他说为什么不看了 风水师说 其实你要知道 最好的风水就是人品 人的吉凶祸福 人所有的命运都藏在人品当中 你这样的人品做任何事情都会顺风顺水 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我们向外求去做了很多风水的布局 都不如修好自己的人品 所以人世间最大的风水是什么 就是你 嗯 感谢观看